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宇宙那么大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各种天体 想要估算出宇宙的体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然而美国的一位知名物理学家却说 宇宙的净物质只有28克 这怎么可能呢 这是美国知名物理学家爱德华特莱恩提出的 他认为虽然现在看着宇宙中的天体不计其数 但是因为有望有引力的作用会产生负能量 和物质所包含的能量平衡下来 所以去掉这些杂七杂八的能量 宇宙中的物质能量总和也只有28克左右 这也是爱德华所说的净物质理论 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净物质这个概念 其实说的就是去除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之后 得出来的物质能量总和 可以理解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净身高 净体重之类的 他认为这一重量还可能是宇宙大爆炸前的那个基点重量 他说宇宙可能是从真空中偶然出现的 在宇宙大爆炸之前所有物质都挤在一个点里 在这种情况下正反能量抵消 这个基点的净能量也只有28克 照这么说人类还减什么肥呀 宇宙才28克 可能连微克都排不进去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